至少我们上过学 对不对 上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一本东西叫什么 学生守则 有没有 学校规定你几点钟来上学 上学在教室里面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 我到一个公司上班去 他第一天给我一本书叫做 Employee Handbook 那里边规定了 你需要怎么样跟公司里边的制度 衔接起来 教会有没有制度 教会有没有形式的守则 还是我们在这里 都可以随心所欲 逾句 大概不行 一个群体 有它的特色 一个机构有它的规范 前两天过年 有没有听戏 有没有看到 有表演的时候有唱戏的 没有啊 好像也有啊 这个有演戏的 我就想起来 看着那个戏 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是同一个年代的 我有很多年 那个电影院里只有八台戏 有没有看过 就要码戏八台 背的熟的就三本 我当时记得很熟 其中最印象深刻的 有一个叫智取微虎山的 听过这个戏吗 然后那本戏讲的都是英雄人物 对不对 但是我那时候是小孩子 我最熟悉的 你知道是那里边哪段台词吗 土匪的对黑话的那个 脸怎么红了 那是变黄了以后是防冷兔的了 精神焕发 你看看真有我们那个时候 脸怎么红了 都是精神焕发 黄了那就防冷兔的了 你进到那个环境里以后 你知道吗 那一堆人他有个标志 他们说话谈吐有一个特征 他不说 那个外边的人说的话 你外边人见面 你打招呼吃了吗 喝了吗 睡了吗 对吧 你问问人家平安 进了土匪的营地 你要讲的是什么话 那就这种叫黑话 叫行话 对不对 什么天龙镇地虎 宝哈镇河妖之类的 就是盖地虎这种 就是这种话 你得尽他 你得照这方式做事 然后你不单是说他的话 你还要按他的方式做人 什么事可以干 什么事不可以干 什么就是他有一套的规矩 所以你一进到那个土匪的营地 那段话我们小的时候 小孩天天跟他那练习 这很有意思 不学好人天天学坏人 进到教会 每一个人进到教会 他有什么感受 一个地方 如果他跟其他的地方没有区别 这个地方 其实就没有太多存在的意义 你到教会来 和你到任何一个团体去 所感受到的人际的关系 感受到一种生活的方式 都是一样的 那你为什么要到教会来 有没有人想过 你为什么来教会 我没有听到你说的话 但是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来教会的原因 对不对 除非有一些 是像我们当中有些弟兄是生在基督徒家庭的 从小是他爸妈带来的 我来教会 我来美国 第一个月是12月 我那年来美国的时候 差几天就到圣诞节了 我到学校来读书 学校里边 有一些传福音的人 因为我是中国人 他有一些讲中文的 校园里边 做福音施工的一些人 一看到新同学来 就是他们最兴奋的时候 他就来找我 然后又快到圣诞节了 就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 吃完饭以后 就说今天晚上 我们教会有一个纪念耶稣的演出 一般我们都会记得 耶稣诞生的那个演出 他就带我去看 耶稣讲世的那个演出 我糊里糊涂就跟着去 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教会是做什么的 但是我感受到一件事情 这个人很热情 我从中国来到美国 不认识谁 整个校园里边 那时候中国同学还不是很多 然后这个人 他居然可以讲中文 然后带我到他家里去吃了饭 然后再带我去看演出 你看这挺不容易的 还不买票 你看 然后呢 我到教会里边 对教会没有概念 我到了教会 第一次坐在他那个长椅上 他那个长椅很像那种 不是我们这一个一个的硬 它是木板椅子 我一下子坐下去 坐下就跳起来 底下有个东西搁了我一下 拿起来看 就是这本书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但是我知道了一件事情 这个人对我很热情 这个人对我很友善 我当时来的时候 也听不懂那个台上讲的 那些小孩子表演的 耶稣将士的那些故事 我对那个故事也没有概念 因为我以前从来 没有听说过这些事情 但是我感受到 这些人跟别人的人 好像不太一样 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然后呢 我那时候还很顽梗 所以就跟说 这个 是不是他有什么别的企图呢 对我这么好呢 有点 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的居心呢 所以我还保持很大的距离跟他 到我最后一次 下决心去教会 之后没有再离开过的那一次 大概是二十来年前 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有没有人记得911 在美国 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在不在美国 我上班的地方 北则溪 从我上班工作的实验室的窗户 看出去 一直可以看到 世贸中心的两个高楼 天天都在我面前 很美的风景 特别是像今天 雪后出晴 阳光灿烂 蓝天白的时候 那两栋楼就在你眼前 然后911那天早上 第一个楼开始冒烟 第二个楼开始冒烟 第一个楼消失了 就在你眼前 第二个楼也消失了 等到这两个楼消失之后 你心里有一样东西 大概也没有了 就是平安 这么大的楼 我们到纽约第一次去 我跟我太太去玩的时候 就上了那个楼顶 对吧 买张票 上楼顶 看这个风景有多美 然后就这么大一个楼 就在你眼前就消失了 你心里缺了一样什么东西 平安 然后谣言刺起 一会有人说在街上 扔什么放射物 又有人扔病毒 什么那个时候 反正寄病毒的 各种谣言都有 人心就产生了慌乱 那这个时候碰巧 我有一个邻居是基督徒 他就来邀请我们说 来吧 上我们这来听一听吧 我们就去了 去了以后 那个很多年前感受到的 有人对你好的 那个感觉好像又回来了 特别在那个心里 不平安的时候 因为我工作的地方 离那个纽约和新泽西的边界 就几个mile 很近 然后我当时有同学 还就在那个楼里上班 他很聪明 他听说楼被炸了以后 就走到街上去了 然后五个钟头 我从纽约走回家捡了一条命 如果他要回到办公室的话 他那个楼后来也就 人要经历到这样的事情 心里才会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然后才会寻找一样东西 然后你在哪儿找到这个东西 你就会很喜欢那个地方 每一个人来教会 都有你的原因吗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 我不知道每个人的原因 是不是都一样 但是在这里 你大概要找到一些东西 是让你的心得到安慰的 彼得在讲完基督徒如何在世界上 行事为人之后 他做了一个总结 这个总结 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 他说呀 总而言之 你们都要 每一个人在教会里的人 都要做下边的事情 这样 这个地方就产生一个特色 这个特色就是和别的地方 不一样的特色 来到这里的人 他就会因为这里的特色 而得着他要得的那一份东西 他就会留下来 他用什么东西来描绘教会的特色呢 他用了连续五个形容词 这五个形容词非常有特点 都是组合词 都是两部分组合出来的词 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 叫做同心 叫做彼此体恤 叫做相爱如弟兄 叫做怜悯 叫做谦卑的心 就这五个字 我们等一下慢慢来思考 我在讲每一个字的含义之前 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件事情 这五个字 我特别去查了希腊文的字典 其中有三个 在整本新约圣经当中 只有彼得用了 别人都没有用 一个呢 出现过两次 只有谦卑那个 出现了比较多的次数 为什么彼得在讲相互关系当中 基督徒的关系和做事的方法当中 他找了这些以前没有用过 没有出现过的词 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第一次 第一次 用来描述一个团体 他用了同心 彼此体恤和相爱如弟兄 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在圣经当中之前 是没有出现过的 因为彼得要告诉我们 我们就像富杰刚才说的 那个话一样 是基督耶稣里边出手的国子 是第一波 是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一群人 是一群有独特特征的人 这个特征在世界上之前 未曾存在过 他用了一个独有的词 第一次被使用的词 来描绘我们 我们要真的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 跟以前的人不一样 来到我们当中的 要看到一些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 一些事情和行为 他在这里所受到的外人 来到我们当中 他要遇见和经历的事情 跟别的地方要不一样 不然他就不会停留在这里 因为这跟其他的地方没有区别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在一起 我为什么要信那一位基督 基督跟别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请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我们先来看他第一个讲的 这个叫同心 同心是两个字组成的 Homo和后边这个字叫心 这个思想 Homo作为同 这个字在美国的口语当中用的很多 这个是相同的意思 大家都很熟悉 后边这个思想要相同 讲到同心的时候 我们最容易产生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咱们俩主意一样 这人跟我不同心 我通常跟人在办公室讨论问题的时候 产生分歧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他跟我意见不一样 那我们俩同不同心 你的意见跟你不一样的跟你同不同心 这个地方要分别一下 跟你意见不一样 那个人很可能跟你是同心的 相同的同心 同样的思想 一样的态度 不代表我们当中所有的看法意见都一致 在哥林多前书当中讲到恩赐的时候 圣经特别地提醒我们 上帝配搭一个身体 我们南泽西主恩之家 在这个地方是基督耶稣的身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个肢体 对不对 你身上的所有肢体都一样吗 你告诉我你身上有哪两个肢体是一样的 你居然在身上没有两个一样的肢体 你有没有注意过 你说我有两只手 你左手跟右手一样 你去画一下试试 那就麻烦了 那我们两个手都抄一边 那就没法干事了 你说你两个眼睛都一样 两个眼睛绝对不一样 你如果两个眼睛不能产生一个几点 你就没有判断 这个东西离你有多远的那个能力 它不一样 上帝配搭一个身体 把不一样的东西放在一起 为什么 它要让这个身体产生完美的功用 所以我们同心这个事情 并不代表我们对所有事情的看法都一样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相同的思想 相同的意念 叫做目标相同 我们是有同样的生命目标的一群人 我们的目标在将来是要进入到永恒 和上帝在一起 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要一致地在这里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使这个地方成为上帝的家 所以彼此的同一是讲合一 我们可以合在一起 你的左手和右手一定能合在一起 左手可以干左手的事 右手可以干右手的事 而且越有能力的人 两只手干的时候越不一样 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件事 一个好的 我们亲爱的Bella姊妹在这里弹钢琴 他左手右手绝对不是弹的一个调 我们一个指楼弹的 两手一定弹的可能是一个调 弹完同一个 越有能力的地方 越有不一样的功能被发挥出来 我们不是一个单调的组合 我们是一个丰满的组合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是 合一但绝不是单一 但是不单一不能够排斥 你左手不能看不起右手 不能说不要他 圣经当中有同样的交代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 在这里他讲的合一是什么 我在前一阵子看这个资料的时候 遇到一个人写的文章 这个人叫Kenny Samuel West 这是一个美国的希腊文 他是研究希腊文的 他是专门研究圣经希腊文的 他对这段话 这个合一的解释 是这么说的 我把它翻成了中文 他说合一并不意味着统一 它确实意味着在多样性当中的合作 我们彼此配搭 我们当中有负责接待的 有负责饭食的 有负责照顾儿童的 有做各样式的 有负责音响的 各各样的统工 是多样性当中的合作 如同这个身体的肢体 团结一致在一起工作 他们虽然不同 他们要一致地在工作 基督徒可能在任何的做事 如何做事的方法上面 存在分歧 但是他们必须就该做什么 以及为什么做 达成一致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 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开始在想说 这个东西怎么能够体会出来呢 后来正好上个礼拜 有没有看Super Bowl 很遗憾 我本来想找那个 Kansas City他们那个队的照片 结果他们现在全是庆功宴的照片 太骄傲了 所以我找了一个真实打球的照片 我小的时候踢足球 足球队里有11个人 这个Football队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每一个位置的人 有每一个位置的人的责任 嘉宏也经常踢足球 前锋是前锋的责任 后卫是后卫的责任 但是不管你是在哪一个位置 你们这个团队一定要有一个合一的心智 要什么 要赢球嘛 对不对 要把球踢到对面那个门里边去嘛 这个Football的球队 你看他这个穿白衣服的 有的在这边拉着穿红衣服的 有的在那边挡着后边过来的人 他总归是有一个目的 这个人不管他在做什么 他们的目标是合一的 他们的思想是合一的 他们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把这个球扔到对面那条底线后边去 来接住它 教会也是如此 我们是基督佩搭的身体 我们在这里要有基督耶稣 在我们这个教会上面的心意 意向目标要成就 我们要有合一的心智 要同心合一 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我小时候踢球 我现在都有一个习惯 我们踢球的时候 打球 打任何球的时候 如果一个进攻失败了 或者一个防守没拦住 我们都会说 我至少是这么说的 赖我 赖我 这事没成功 这事情赖我 怨我 因为我小的时候踢足球的时候 有一个球队给我特别深的印象 我们赢过很多球 也输过很多球 其中有一个球队 他们踢的并不好 但是我们每次跟他踢球的时候 我们都被他的表现震撼 他们足球队进攻的时候 失败了后卫 离着50米远 在后边站着 跟他毫无关系 他们都在那里一起喊 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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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什么 一个失败的进攻 是整个球队的失败 不是那个前边拿着球往前跑 那个人的失败 整个球队进了球 是整个球队的成功 不过最后踢那一脚 那个人的成功 这叫合一的心智 合一的目标 我们在这里 要南泽西主恩之家 活出上帝 给我们这个教会 合一的目标 这是我们的同心合一的基础 这是第一个描述 第二个描述 他说你们要 彼此体恤 彼此体恤这个词 中文翻译成彼此 这个英文是一个组合词 中文翻得很好 叫彼此体恤 这个字也是个组合词 这个词前半部分呢 叫做在一起 后半那一部分呢 叫难过 我们 曾经有过很多追思礼拜 我们有很多难过的时候 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姊妹 在生活当中 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 当一个人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别的人 有没有一种感觉 跟他一起难过 同样的 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 不要自高自傲 要与谦卑的人 要与忧伤的人同忧伤 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 我们一个肢体受损 我们大家一同感受 他所受的损失 所以认同人的感受 需求苦难和忧伤 这件事情是教会 必须要有的一个特色 一个生命的彰显 体恤 人的软弱 这件事情 我们 其实我觉得我们教会当中 很多时候做得非常好 我们都热心的彼此帮持 有一个家庭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家庭 都会去帮助他 有家庭生小孩的 有没有人帮他照顾 有弟兄姊妹生病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特别受感动 以前的教会 有一个姊妹生病了 然后弟兄姊妹去送饭 送到他们家的冰箱 已经满了 还在天天送 他根本就生病的人 吃不了那么多 他的爱心显得非常充分 我们就非常地体恤他 不需要他去 再为饭食去忧愁 但是这个体恤 有更丰富的意思 有没有见过一个软弱的弟兄 在一件事情上面 他屡屡地跌倒 你体恤他吗 你同情他吗 你愿意安慰他 每一次的软弱吗 彼得跟随耶稣三年 到最后 耶稣被卖的那一晚上 他三次不认耶稣 耶稣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大弟子 三次不认他 耶稣应该怎么样 按照世人的想法 一次不终 终身不用 这活就算废了 但是约翰福音说 最后的那一章里面讲到 耶稣找到彼得 三次地问他 你爱我吗 用温柔 体恤 挽回他 因为耶稣 这样的挽回 彼得把他一生交在主的里面 最后他为主 在十字架上 附上自己的生命 这是我们教会应该有的 来到我们当中 我不知道你们来教会的原因是什么 我来到教会 绝对是寻求体恤来的 我们当时有很多的压力 孩子也小 工作又在那个危险的地方 各种的压力都在我们的身上 来到教会 希望的是有人体谅你 并不一定需要有人告诉你 今天该干什么 明天该干什么 但是我们确实希望有人 在我们的日子当中陪伴我们 找一个安慰的地方 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以前去过很多次教会 都不感受到这一点 但是有那一次 当然是神的预备 让我的心态 放在了那么一个担忧的状态 但是那一次去教会之后 我们来到一个团契 在那个团契的里边 就感受到被人体恤 被人安慰的那种感觉 大家就一起陪着彼此 扶持着彼此 走那段困难的路 因为在那个团契当中 有很多人都是在纽约上班的 那时候我们住在 北则西的地方 大家一同祷告 一同彼此安慰 于是我们就留在了那里 就有机会听到了上帝的话 就有机会认罪悔改 成为基督徒 而且一直因为那一段时间 特别是头几个月的时间 在教会里边所经历的 我们直到今天还在教会里面 没有离开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 可以得着体恤和安慰 这句话 彼得把这个特征放在这个地方 也是要我们明白 在我们当中 应该有怎么样的生命 彰显出来 那下一个 他提到说 你们要相爱如弟兄 相爱这个字 跟Philadelphia很像 就是弟兄般的爱 但是这个跟 弟兄之爱有点不一样呢 他后面那个弟兄 是有一点特色 那个特色叫做同父同母的弟兄 我们都不是同父同母 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是同父同母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不是同父同母 你们家里如果有两个孩子 你一定会有一个感受 你最不希望看到的是什么 这两个孩子 我管他叫狗咬狗 我小的时候 我跟我妹妹要是有矛盾的话 我母亲就把两个人骂一顿 我母亲家里有三个孩子 他有 我他有个姐姐 他有个弟弟 我母亲他们家三个孩子 今年都九十岁以上 他最自豪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家三兄弟 从来不打架 三姊妹 兄弟姊妹三个 从来不打架 他一身为自豪 因为他们真的是同一个爸妈生的 但是我们要活出那样的样子来 我们也是一个爸妈生的 我们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捷径和圣灵的重生 生出来的 我们可以有矛盾吗 可以有矛盾 但是 接纳 和彼此相爱 不能因为我们之间的矛盾 而有任何的脱节 所以圣经讲到爱的时候 保罗提到爱的错 叫做爱是永不止息 你没有办法切断这个关系 因为你得救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是因为圣灵赐你的信心 你得了重生 他也一样 生命本质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可不可以有矛盾 可以有矛盾 有没有不同意见 可以有 能不能切开彼此的关系 不可以 彼此要一直彼此接纳 这个很有意思这个词 同父同母的兄弟这个字 你要看到圆文的话 就是一个母胎 同一个母胎 同一个子宫 同一个母胎 那个词 相爱的程度就是一母所生 这么一个关系 我们彼此要如此的相爱和接纳 慈怜这个概念 也很有讲法 我开始想这个词的时候 我以为就是慈爱和怜悯 因为中文的词 很容易给我们一些直接的印象 后来我就去查了原来那个词 你知道原来那个词 翻成两部分 组合起来是什么意思 好的心肝肺 哎呀 中国人经常说 这人心太坏了 对不对 这心肠不好 但是要说一个人好的 这个人这个心肝肺都是好的 这是什么意思 好心肠 所以彼得说 这一副好心肠 你的心肝肺都要好 你要对人有那样的热心 那样的温柔 那样的怜悯 他这个词的直接意思就是发自肚子里边的温柔感 你相信多长时间没有那种发自肚子里的温柔感 回去好好想一想 然后在弟兄姊妹当中 看见这个弟兄就满了温柔 你不要管那个弟兄他是好 急性子慢性子跟你逐一不一致 你见他 就算你们昨天刚打完架 今天见他 仍然用一种满了温柔的感觉 温柔的力量 有的时候真的无法胜过 我有过一个经历 我曾经认识一个人 他一个弟兄 是在主里边非常比我们年老一些的弟兄 一个年长的弟兄 他的这个联 这慈联这个方面 一直是我觉得是一个优秀的榜样 他有一次 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家庭发生了矛盾 这个夫妻要离婚了 同是弟兄姊妹 但是他们要离婚了 然后呢这个年长的 这个弟兄呢就叫了这个年轻的 这个要离婚的弟兄来 跟他谈一谈 他们两个大概谈了一个钟头 谈了一个钟头呢 就问了一些他的情况 然后说你这两口子 为什么打架离婚呢 你这个说了一些事情 整个一个钟头 整个一个钟头他没有批评这个要离婚的弟兄一句话 就是听他就是听他讲 就是听他讲 讲到最后他们结束讲话以后要分手的时候 他给这个弟兄一个拥抱 然后呢 说了一句话 能不离婚 就别离婚了 整整一个钟头的谈话 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慈怜的心 就因为他这一句很温柔的话 那个弟兄回去 跟他的妻子和好 他今天没有离婚 如果这个年长的弟兄站在道德的高度 拿圣经说你这个不对 你应该这么做 那个家庭可能真的就不存在了 然而这个年长的弟兄用如此温柔的心 体恤的心 来爱这一个挣扎中的弟兄 用一句温柔的话说 能不离婚就不离婚 听着毫无能力的一句窜解 却彻底兼顾了这个弟兄 走在圣洁的路上 我们有的时候 教会当中最容易缺乏的 是磁脸 我们都太懂道理了 圣经读得真不少 有没有听过说 凭爱心说诚实的话 你哪句话不是诚实的 都是凭爱心说的 至少是凭爱心说的 但是你缺的就是爱心 说的诚实话 没有爱心有什么用 绊倒人 害人 磁脸 彼得太懂磁脸 他犯的 不认耶稣的过犯 耶稣用你爱我 把他挖过去 所以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思想 我真的盼望我们教会当中 磁脸能够在各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中 彰显出来 使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人 一到这当中就感受到这样的接纳 这样的温柔 他一定会留下来 他一定会和你一起在这里荣耀神 因为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 最后他提到一个谦卑的心 谦卑的心呢 其实在这里不是太多的讲 一个人有多么的谦卑 谦卑的心其实在这里讲的是 彼此尊重 敬重 对弟兄要有礼貌 不要乱开玩笑 细细的言语不要乱讲 讲话不要怀着敬重人的态度来讲 彼此尊重 当然谦卑也很重要 我有时候也在想 中国人说什么 孔夫子说什么 三人行太骄傲了 圣经怎么说 看他人比 不要等到第三个人 你才找到师父 有一个人他就比你强 上帝造我们哪一个人 都给了一些特质在里边 是别人没有的 你同意吗 我们要真心地敬重人 不是敬重那一个人有多了不起 而是敬重造他的主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 彼此对 彼此接纳 这个地方 神的荣耀就分分钟彰显 因为荣耀的那位神 他看到的是你在荣耀他 他也必要荣耀你 这个上面也提到有一个方面 就是不要自以为能 在讲完这五个特质之后 他进入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是说 不要以恶报恶 不要以辱骂还辱骂 道要祝福 你就算是把前面讲的那五点 都做得很好 你还是会遇到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是你被羞辱 被辱骂 被恶待了 那么你对这些事情的态度是什么 耶稣告诉我们 在路加福音当中 他说 你要爱你的仇敌 恨你的要待他好 咒诅你的要为他祝福 路加福音六章这段经文 我不再多读了 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们熟悉这段经文吗 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 我们都很熟悉 对不对 这段话叫做平原宝训 是路加记载的 耶稣基督在平原的地方讲的 上帝用祂的话语提醒我们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要面对的那些坏的 我们不喜悦的事情 我们要有一个态度 这个态度是 不能够以恶报恶 不能够以辱骂还辱骂 反过来 要为他祝福 在这段话里边 彼得特别提到说 我们是为此蒙昭 我们要为刚才所提到的 那五个特质 把它显出来 在这里为主做见证 同样当我们遇到 各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只有一样东西 可以给人 就是给他祝福 蒙昭这个概念 有没有听过 你们公司招工吗 召一个人来 是不是有一个岗位责任交给他 他要是不升任怎么办 把他解雇掉 不称职 神召我们来 给我们一个肢体的地位 在教会当中 神有一个使命托付给我们 叫我们在这个地位上 成为给人祝福的人 给人祝福的承受福气 这是上帝的应许 我们今天做基督徒 将来要到天上去 与神同在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上帝托付我们的 就是这件事 我们蒙昭的责任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给人祝福 无论那个人 是喜欢我们的 恨我们的 骂我们的 这是责任 我们如此祝福人 才能得上帝 为我们预备的福 没有太多的例子可以举 圣经当中 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其中比较著名的例子 是大卫王 大卫王得了王位以后 他做了一件事 非常关键 他把扫罗的后裔找回来 恩待他们 扫罗是要杀他的那个人 为你的仇敌祝福 福分从上帝 必要领导你 我们今天要很清楚 我们在这里要做的事情 我们是为此蒙照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愿意借你的话语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真的是盼望彼得刚才在这话语当中 所提醒我们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能够靠着你的能力行出来 也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日子当中 不断地提醒我们 使在这里 属你南泽西主恩之家的每一个肢体 都成为祝福人的人 成为你在南泽西这个地方 一个祝福的出口 愿主你自己的恩典 借着我们传递 也借着我们能够被人所得着 帮助我们 使我们自己也成为蒙福之人 愿你自己的爱 藏在我们当中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